第三局他非常厉害地点就是合理力有24秒 是 节奏控制了 说 苏战希再进三分 好 比赛开始 这边呢 北京队是拿到了第一波的进攻球权 赛小川掏掉了亚当斯 后来呢 是快攻打击的新疆啊 一定是不能出现这种直接给快攻击的机会 赛小川外星从来没有自己把蓝球拿下来 赛姐看面顿 这球传的有点硬朗啊 方硕大范围转移 赛小川 好球啊 三手的踢扣 对 而且方硕这球传的非常好 看下方硕 转息了一个高打板 看一下北京队的反击 方硕 瞄了一下 好球 外线的三分运动 方硕 方硕 好球 三分再进 三个篮投的很漂亮 对 运球运动有点多 哇 卡米尔顿拿回来 好球 下车 突分 再往上线给 方硕继续突分 你看 刘晓宇这边机会 三分运动 是 总能够选择更合适的这个机会 高高 对 对 抵角 刘晓宇 出分 方硕 抵角的三分球又进了 这一站停是不是 连这两个三分啊 第三个球 他 非常厉害地点 就是合理利用二十四秒 是 这节奏控制的 哇 朱远希 再进三分 抵出来 方硕又来机会了 押烧命中 不是 看一下 谁放了 最后 应该是已经出手了 时间条到 再看一下 哎 应该算了 应该算了 看这种不停的移动 哎 小小坤 外线机会又来了 好球 好 这个不注意 他就 又突外出来 方硕 急停 中距离 短了 呼 看 这王小辉一人来一个 哎 这人越打越急啊 哎 骨头 玩命给王旭里边做球 哈哈 三分命中 嗯 他落后 出来 阿布图沙拉木 外线的出手 好 那这样呢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呢 北京队是 111 比 90 95 嗯 16分的优势 在主场 击败了新疆队